西州灭亡 进入春秋时 诸侯中出现了一位霸主 他就是我们都熟知的郑庄公 对郑庄公这个人的评价 充满了争议 古代儒家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 对他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认为他是一位狡诈虚伪的阴谋家 多行不亦比自弊 作恶多端 处心积虑 言不由衷 自不量力 冒天下之大不韦 案件伤人等成语 都是来自于与郑庄公有关的典故 后来的政治家则将郑庄公 视为谋略高超的学习榜样 现代学者认为 郑庄公既不阴险狡诈 也不虚伪 他是一位才能出众 但思想保守的政治家 郑庄公到底是个什么人 咱们还是先来看看 他的所作所为吧 据春秋左传记载 郑庄公出生时是绞仙出来的 他的母亲武将因此受到了惊吓 于是就给他取了名字叫武生 从此他的母亲就开始厌恶他 郑庄公还有一个同母弟弟 叫贡书段 他的母亲很爱这个儿子 一心想立段书为储君 但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 还是按照周立嫡长子继承志的原则 立郑庄公为储君 郑武公死后 庄公继位 他的母亲就要求庄公 将他的弟弟段书分封道之意 至于是郑国的血要之处 庄公没有答应 武将又要求将段书封到惊义 庄公答应了 段书到了惊义 就开始扩建城墙 大夫记仲对庄公说 惊义的城墙太长了 违反了先王制定的制度 国君应该制止 庄公只是说 是母亲要这样做的 我有什么办法呢 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随他去吧 不久 段书又将西边和北边的两座编义 划归自己 公子吕对庄公说 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 您再不有所行动 我们就都投奔段书去了 庄公回答说 他做的事百姓都看到了 没人会听从他的指挥 后来段书要偷袭郑国国都 让他的母亲武将做内营 庄公得到消息后 命令子风率领200乘战车 去讨伐经义 贡书段战败逃到燕城 庄公又追到燕城 逼迫太书段逃到了贡国 然后庄公母亲把武将迁出了都城 安置到城影 并且发誓说 不到黄泉永不相见 郑国有个叫营考书的大夫 向庄公献贡 庄公请他吃饭 饭局上 营考书把肉留了起来 告诉庄公 要把肉带回家给老娘吃 庄公说 他后悔把老娘迁出都城 但是已经发誓 不再见自己的老娘 这该怎么办呢 营考书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挖一条地道 挖出泉水 然后庄公在地道中与老娘相见 这就不算违背誓言 庄公就一计而行 最后将老娘接回了都城 左传的作者 左秋明用春秋笔法 讽刺郑庄公先对弟弟施教 然后赶走弟弟 是郑庄公失礼在先 东汉的杨镇认为 先屈从母亲的意愿 放纵弟弟 在危机到来时 再讨伐弟弟 这就是一种阴谋手段 南宋学者吕祖谦 干脆指出 郑庄公的做法 就是在钓鱼执法 郑庄公对自己母亲的行为 也被后来的儒家学者指责 为虚伪 邀买名声 郑庄公受人诟病的 还有在攻打许国时 大夫子都也为 极度营考书第一个登上城头 从背后用剑射死了营考书 郑庄公明明知道 是子都射死了营考书 却不追究子都 只是在营考书灵前 诅咒一下案件伤人的卑鄙小人 郑庄公最受儒家学者指责的 就是他在虚格之战中 与周王的军队开战 并射伤了周桓王 最后还假惺惺地 派人去慰问周桓王 儒家学者将郑庄公 斥责为春秋第一罪人 清朝学者汤鹏认为 郑庄公在虚格之战中 废掉了君臣之意 这个结果与后来的 秦始皇灭掉周王室有一比 郑庄公是什么人 这要同郑国是个 怎样的国家来分析 郑国的始祖是 周先王的弟弟基友 当初被封在 周的都城浩京附近 历史上被称为郑庄公 周游王时期 郑庄公曾经担任 西周的司徒 这个时候 周王室已经出现衰败迹象 连年征战都得不到战利品 造成国库空虚 许多诸侯都开始不向周王室进宫了 西戎还经常侵犯浩京 史伯建议 将郑国向东迁到落水东部 这里没有远离西戎 而且没有大的诸侯国 相对比较安全 于是郑庄公依靠自己的权力和 郑国的势力 逼迫国国和快国献出十座诚意 郑国就这样迁到了落水东部地区 到了郑武宫时期 周幽王被申国和犬戎联军杀死 郑国和秦国 晋国 魏国组成联军击退了犬戎 后来又护送周平王迁都到落叶 郑国在周王室东迁实立了大功 周平王赏赐了郑国大片的土地 在周王室东迁过程中 郑武宫趁机灭亡了国国和快国 使郑国的国土面积进一步扩张 郑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郑国的强大让周王室感到不安 周王室东迁后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对诸侯的话语权更小了 因此周王总想找机会削弱郑国的势力 而周边小诸侯国被大国纷纷吞并 郑国开始与东边的齐国 鲁国 北面的晋国 魏国 南面的楚国等大国接近 这时的大国之间 也时常为了争夺土地发生战争 郑国为了保住现有的国土 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 在国内提倡尚武精神 当时郑国的军队规模就达到十万人 到了郑庄公时期 他先从内政入手治理郑国 主要是消灭断书的势力 然后开始实行远交进攻的外交策略 远交齐国 鲁国 进攻宋国 魏国 陈国 蔡国 徐国 以解除后果之忧 为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郑庄公当时继承了郑武功在周王室的轻视之职 周平王为了削弱郑国的势力 就将郑庄公一半的权力分给了国公 这让庄公很不爽 竟然当面责问周平王 平王被逼迫恢复了庄公的权力 还与郑国进行周正交致 也就是郑国将储君送到周王室做人质 周王室将太子送到郑国做人质 周天子的尊严就这样被郑庄公踩在了脚下 周桓王继位后 迫切想恢复周王室的至尊地位 他对晋国用兵 击败驱卧庄博 历尽恶侯之子 晋哀侯为君 又联合秦国讨伐瑞国 俘虏了瑞国国君瑞博外 在对待郑国方面 周桓王也显示出强硬的手段 周桓王元年 为了摆脱郑国的控制 就将朝政大权交给了国公林副 郑庄公得之后 派兵割了周王室在温帝和成州的庄稼 周桓王三年 郑庄公到洛义首次朝见周桓王 周桓王对郑庄公没有给予相应的礼遇 周桓王十三年 周桓王又剥夺了郑庄公的轻视职位 郑庄公不再朝进周王室 这年秋天 周桓王带领成国 蔡国 魏国等诸侯 讨伐郑国 双方在虚格一带交战 虚格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长阁东北方向 郑庄公最后击败了周桓王 并射伤了桓王的肩膀 这也宣布了周王室恢复至高权威的努力彻底失败 从此以后 周王室成为了强大诸侯手中的玩偶 郑庄公就曾经以周王室的名义 征伐许国和宋国的 现在可以看出 进入春秋争霸时期后 儒家的礼乐道德标准已经逐渐失效了 这一时期存活下去是第一要务 郑庄公其实就是进入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一位乱世小雄 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一位乱世小雄